《超经》有何好处与功德? 有哪些注意事项? 大家好,我是茉莉芬芳 经典是入道的要门 不论受此一记或书写一言都有无量功德 超经的作用如同念书、念字 每送念一次、抄写一次就会多一次的记忆 超经可以开发智慧、消除杂念、保持心平气和 有的人因为超经而消除病痛 总之,能以一颗千尘公斤的心来超经 日积月累会有不可思议的收获 超经的四大好处 1.集中精神 超写经文,不管经文的长或短 对我们精神的集中都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在超写的当下 或许无法即刻感受精神集中的功效 但只要耐心的一次又一次 耐心的恒心的训练自己超写下去 日久必见功 便可逐渐感受到超经对我们的好处 就以现代人做事、讲话或者走路来说 身心的专注力大多缺乏 原因乃是身心一直向外追求 导致心神不义集中 其实我们若想安顿身心 不妨以超经作为安定精神的好方法 以超经而言 心如果没有专一就无法写好经文 超经要用对方法能万元放下 才有办法让身心全神贯注 此即佛法所谓的 自信一处无事不办的道理 当我们借由超经 培养出一颗专注的心后 平常做事将会有事半功倍的效率 二、训练烦恼 现代人做事、处重 急需要以耐烦来成就诸事 尤其是处人 更因耐烦的沟通才会有人缘 经由超经 可养成我们耐烦的性情 耐烦能完成很多生活中的事情 例如 学生若不耐烦做功课 就无法学习进步 农人若不耐烦耕作 稻田就无法成熟 病人若不耐烦的按时服药 身体就无法康健 尤其太空人执行公务 长时间飞行于单调的太空之中 若没有许年出耐烦的定力 就不知如何安顿身心 我们用心超经 就是在培养一颗耐烦的心 所以不要小看超经的作用 它能净化心灵增长福慧 美化人生 第三 亲近佛法 超经就是与佛法结缘 今生能治愈佛法是非常不容易的 佛教有所谓的八难 其中身在中国难 指的是有佛法的地方 我们得到人生都已经很难了 更何况又能有大善根 亲近佛法 时乃千载一时 一时千载 佛法是无上真理 佛法是旧事之光 岂是我们人人因 明因事果断二修缮 如此才能改变命运 离苦得乐 而真理普遍存在于这个世间 它具有普遍性 必然性 本来性 平等性 可真性等 例如以无常来说 世间诸法哪样不是无常 我们以花来说 有花开就有花谢 以人来说 有出生就必然会死亡 重要的是 我们如何珍惜生命 运用佛法 创造善美的未来 四 增长智慧 智慧是人人希求之宝 星云大师说 拥有智慧的人 能看清世间真相 尝养善法 而得清净富贵 而超经 让我们透过书写而逐字 增长智慧 因为佛经里的法义 原本就含藏在无人的自信中 只要情于清净经典 超经文法 解形并重 必定能开显人人本具的光明智慧 文书事例问经中有言 诸过为够 以智慧水 洗除心够 佛法讲的智慧 是般若智慧 并不是世间 世之变充的表致 世间表致 无法解脱 贪嗔痴 烦恼 唯有佛法的般若智慧 才能就近离苦 以下是超经的十大功德 一 从前所作种种罪过 亲者立即消灭 众者也得转轻 二 常得及神拥护 一切瘟疫 水火 盗贼 刀兵 牢狱之灾 细皆不受 三 素氏愿对 闲蒙法义而得解脱 永免寻仇报复之苦 四 夜叉恶鬼 不能侵犯 独舍虎狼 不能危害 五 心得安慰 日无显世 夜无二梦 颜色光泽 生力充胜 所作极力 六 自心奉法 虽无需求 自然衣食丰足 家庭和睦 福禄绵长 七 所言所行 人天欢喜 任道何方 常为多众 寝尘爱戴 恭敬礼拜 八 愚者转至 病者转健 困者转亨 不愿为妇女者 报谢之日 皆转男生 九 永离二道 寿生善道 相貌端正 天资超越 福禄殊胜 十 能为一切众生 种植善根 以众生心 做大福田 或无量圣果 所生之处 常得见佛文法 直至三会宏开 六通 清正 树得成佛 经典中所记载的超经功德如下 超经经典书圣行 功德相见于诸多大乘经典中 例如 金刚经云 文词经典 信心不逆 祈福圣彼 何况 书写 受词 读圣为人解说 佛说大乘 无量 受 庄严 清净平等 绝经 终有云 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 受词读诵 于虚语请 为他言说 却令听闻 不生烦恼 乃至昼夜思维笔差 即佛功德 于无上道 终不退转 地章经云 何况善男子 善女人 自书此经 或教人书 或自塑画 菩萨形象 乃至 教人塑画 所受果报 必获大力 无浊菩萨义云 超经有五种功德 一者可以清净如来 二者可以摄取福德 三者亦是战法亦是修行 四者可以受天人等的供养 五者可以灭罪 可见超经功德 何等殊胜 超经 写经 是一项很好的修持 佛经理说 书写经 只一行半句 能够成就大愿 这集说明 超经功德之殊胜 那么 超经应注意哪些事项呢 当我们在超经的时候 有很多地方是必须注意的 以下几点忌讳 要切记 第一 一定要事前 目手 洗手 写经是一次心灵洗涤的过程 而我们的双手 是触及万物之表 因此 超写佛经时 一定要双手捷径 目手为夷 否则 写出来的 可能会污染了经典 第二 切记自己杂乱 写经是将从高的经文 一字一字的抄写下来 所以先决条件是 字体要尽量书写公正 最好是以正凯书写 第三 切记错字 超经不是打手稿 也不是随心所欲的信笔辉豪 要一心一意 专心自制 自制准确 千万不要写错字 或有脱漏重复的情形 若有此情形 务必记得尽快修改 四 切记精神分散 写经要心舞旁舞 这正是写经的最重要目标 大家在写经时 要集中精神 不要像有些人 在写经的时候 一边戴耳机 边听音乐 甚至有些人 边写经 边讲话 或者边写经 边吃东西 这些都不是很好的 我们要能够集中精神 佛陀说 自心一处 无事不办 我们能够专心 好好去做一件事情 我们就能够把这件事情完成 在一分沉浸中 获得一分利益 第五 切记应付了事 在抄写以前 要以最虔诚恭敬的心来抄写 并且最好事前先读诵过一遍 既来之 则按之 禅宗说 要活在当下 来到这里 就要用最沉浸 最虔诚恭敬的心 好好的来抄写 并且 最好是能先将佛经读诵过一遍 如此对经典含义 有初步的了解之后 抄几经来 逐字逐诗 将更能融入经典的法义之中 第六 要回向 抄写后 抄经后 要记得回向 也就是分享 我们要将 写经的功德 回向给一切众生 愿一切众生 都能离苦得乐 据正之界 乃至究竟 成佛 不论修什么功德 例如 念佛 财修 出波作物 抄经 我们记得每次做完之后 一定要回向 不要自己独享 而要与冤家债主 雷世父母 历代祖先 或法界众生 同享 以开拓自己的心胸 并使功德 有名 第七 切记不可 半途而废 抄经是一种修行方式 因此 最重要的是 在于 持之以恒 不要半途而废 以培养自己 长期的精进心 什么叫做精进心呢 好事 善事 能够持之以恒 并且 养成习惯 就是精进